嗨 大家好 我是娅娅 今天呢 又要跟大家分享我的12月份的爱用品 首先第一个呢 我自己也非常震惊 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开始用它了 就是呢 我今年要32了嘛 在这活着的这31年 我从来不觉得 就是水会想要喝温开水啊 热开水 就算是冬天 我也从来就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今年的冬天 我就是特别觉得 好冷好冷 然后我喝水如果喝那种常温的 因为天气很冷 然后都很冰 然后我喝起来就觉得身体又更冷了 真的是全身都在抖 所以呢 今年冬天我就是特地买了一个保温瓶 然后我买到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这种 杏色 它说是燕麦奶的颜色 其实我之前本来有别的保温瓶 但是我觉得很多保温瓶都长得太保温瓶 我在说什么 就真的保温瓶就是那个样子啊 然后那个反光感啊 然后就是固定的几个粉色 然后什么色 我就觉得我想要找到一个心目中最完美的保温瓶 然后加上我之前的那个保温瓶 就是它是赠品嘛 然后就算是我新用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一直有一种细胶的味道很浓 就是呢 它这个打开上面的这一种细胶 明明是新的就是有一股猩猩浓浓的细胶味 然后因为那个味道我都觉得水会变味 所以呢我后来呢就直接去摆货啊 乱逛乱逛 然后就看到 这个 一个大象的牌子 是象益嘛 然后他们推出这个保温瓶实在是太美了 你看 它整个喔 全部就是连这个瓶身盖子 然后中间这个配件 全部都是同一色系的 然后呢都是那种有点磨砂啊 霧霧的质感 太好看了 然后呢它的logo也非常隐约 就是刚刚那只小小的大象就没有其他的了 超简单 然后呢它的开关部分它这边有这个锁 它这个锁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耶 就是它是这样子拨过去 然后就可以打开 然后关起来 然后就可以锁进来这样子 就跟一般的有的什么是要先上来啊 是推上推下不太一样 那操作上我也觉得OK是方便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之前保温瓶 我每次要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觉得水是一股脑的冲上来 然后呢我就会撒了满脸 加上有时候擦口红嘛 就不想要整个很贴上去啊 所以呢就会露出来 但是呢我发现这一款比较不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有这一个孔 就是可能是出气的孔 然后下面才是出水的 所以呢它在出水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碎 然后就是不会一股的冲上来 所以呢我在喝它的时候 我就不容易就是撒的满身 然后呢我也觉得它的细胶就没有细胶味了 所以我觉得喝起来水就是水的味道非常的好 然后保温效果当然就是OK啊 就是保温瓶嘛 这个呢我真的觉得还蛮赞的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开始使用保温瓶 就蛮推荐这个 相应的燕麦奶的保温瓶 超美的 好接下来呢这一个月我就是梦名的觉得嘴巴就是爆肝嘛 然后就突然开始搜寻的唇油类的 很保养的唇膜类的 然后呢我爬完爬到最后还是买了克兰斯的美唇油 所以呢今天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那这个呢是他们有更新版之后了嘛 因为我最久以前有买过它的这个瓶身是方形的 那真的很黏 就是你会觉得好润就是很厚吧 然后呢但是很黏很黏 可是呢这一次它这个新版的质地真的不黏很多很明显的改善 然后呢我一开始爬文就是我有点担心 因为大家说味道很香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还好是我可以接受的 就是呢它不会香到就是我觉得太人工香味了 变成臭的那一种 就是它是香甜感 可是呢我觉得不认知不小心吃到或什么 都不会让人觉得噁心啊反感这样子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要买没有颜色的还是有颜色的 所以呢就两个都买了 那没有颜色的当然它就是说睡前的时候用啊 然后不用卸妆这样子是这个 看起来黄黄但其实是没颜色 可是呢其实我觉得 睡前用的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更猛的 不过呢这个有颜色的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就是我现在在嘴上擦的 很透透亮亮的 然后这个是08的草莓色 其实我那时候也爬文很久 这个不是大家最推荐的颜色 因为大部分人都推荐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那种 有点像血红色 然后说擦起来最有漆色 然后或者是呢有一个不知道 好像是中红色那一个 这两个是大家最推的 可是呢我最后自己靠柜真的 就是去尝试了一下还是买了这个 这个颜色我觉得我买的非常对 就是完全是我想要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爬文OK 但是每个人的需求真的还是有差 就是大家的最爱不一定是你的最爱 这个草莓色啊我觉得擦起来就是 让你的嘴巴非常的水亮 然后呢有点红润感 不是很多的那种 不会让它变得太唇彩的感觉 透透亮亮的我觉得还蛮好看 你说它完全不黏其实也是不是 就是它有微微的存在感 就是因为它是一层美唇油嘛 但是呢它不会让你的嘴巴 会觉得整个很黏黏黏起来这样子 我觉得以唇油然后比较浓稠的质地来说 这样的黏黏感我觉得真的很OK了 然后呢我也有发现啊 它的这个润唇效果呢 是你可能这个光泽感掉的时候啊 它的红润感还是会在喔 不过呢这样也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当我一直补一直补的时候 那个红润的底好像会越来越红 基本上可能一天擦个两三四啊都OK 那个红润感就是像现在这样 但是我有一天就是去拍摄然后用它 然后一直补擦一直补擦就发现喔 我的嘴巴越来越红了 然后我觉得虽然它就是 美唇油感觉很润很水 不过呢它的这个唇油 它不会像唇蜜一样 就是会持续的一直晾在那边 就可能你慢慢的慢慢的吸收啊 然后或者是呢 你可能稍微喝水啊沾到啊 它会慢慢的淡去 就是那个光泽感它会消失 然后颜色再这样子 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像大家说的 就是用了它好像整个唇纹都消失 然后变得没擦的时候看起来也比较饱满嘛 我没有就是我要擦它的时候 我可能感受到它那个润的效果 它的那个效果没办法持续到 可能过一阵子它掉了 我嘴唇就是还是会有唇纹这样子 但是呢如果以出门就是简单的润色 然后喜欢嘴巴就是嘟嘟的很水亮 然后呢那个护唇的效果 可以稍微把你封印住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个是还不错 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是以保养系的 全部再重来一次 我不会再买这个保养的 如果以润唇的话发现一个更猛的东西 就是这个保拉甄选的特润脂脆精华油 我很久以前真的很久以前 就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那时候冬天的时候 爆感脱皮 我拿来擦它就觉得天哪 它真的很轻盈 然后又可以让我的皮肤很水亮 真的是修护然后吸收到里面去 但是呢这个精华油啊真的就是 你每次只用一两滴 你的消化会非常非常的慢 然后加上保拉它们的效期 都是属于偏短的 我就是突然发现 诶我为什么不拿来擦嘴巴呢 然后我就拿来擦嘴巴 发现哇 它才是真的让我擦了 然后整个唇的那种一条条的线条 然后跟不停的干枯感会终结 就是呢它擦起来呢 一开始就是好像精华油一点点油油亮亮水水的 然后过一阵子呢它会吸收 可是呢它的吸收之后 不会让我觉得天哪我又要再狂补了 受不了嘴唇好看 它吸收之后我会觉得 哇我的嘴唇第一次唇纹这么的不明显 就是整个是饱满型的 所以呢我正在想说 大家手边的那些精华油啊 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抹抹嘴巴 因为呢这款呢就是抹嘴巴 它也不会有这种原料的味道 我觉得不会恶心 所以我觉得擦起来很舒服耶 我怎么现在才发现我要来狂用嘴巴了 而且你睡前擦它 就是比起睡前擦它 就比较不会有那一层厚厚的存在感嘛 所以其实是更舒服的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冬天嘛 当然就是想要喝热的东西 就是除了刚刚的保温品之外 我在虾皮乱买了这个可可粉 然后竟然觉得还蛮好喝的 这款呢我也是看一下大家评价不错嘛 就是上面写 顶级的无糖可可粉 EO1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就是其实它有很多更有名的牌子 然后价格就贵好几倍 我想说我就加减泡来试喝看看 它的可可的粉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就是细到你盖起来的时候会飞起来的那一种 所以呢它就是很好泡 我不知道怎么给大家看它里面 呃 哇很香啊 嗯 我觉得真的可可粉真的有的喝出来就是 有一股像美国的那一类的啊 好市多那种很多都是爆甜 我就会觉得很害怕 然后或者是有的可可味啊 你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么高级优质的可可粉 然后这个喝起来就是很滑顺啊顺口 然后你又可以自己调整你要的糖度 然后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是乱买一个黑糖 然后自己就是可能这个几尺啊 然后这个几尺然后乱泡一通 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好喝哦 而且自己在家里泡啊 你就觉得你可以控制那个用量 就每次出去都买超大一杯的 啊我怎么杀眼了 就是每次呢出门想要喝热可可牛奶 然后就会第一个就担心 它到底有没有牛奶啊 然后呢再来担心它牛奶好不好喝 浓不浓啊可可的糖会不会加太多啊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自己调整就是 可以完美依照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然后也不用说每次就是一定要买一大杯 你喝完一杯这么浓又甜的可可 你就是什么都吃不下 然后反而会觉得啊胃不舒服 就觉得自己泡好幸福 那它呢好像就是除了你冲泡啊 可以拿来做料理等等的 因为它就是粉还蛮细的 又不是化妆品 总之这个月我就常常就是泡个热可可牛奶 然后呢我就配旺旺 我就是这个月也是超级着迷于吃旺旺的 好好吃 就是我本来就是不想要买很大包的 我都想说大包的压力很大吃不完 我都买就是大概这样四分之一而已 结果发现每次买四分之一都很快吃完 然后就再买个大包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会在家里就是想要泡 热的鲜奶茶 很久很久以前也不是有跟大家开箱 那个虾皮热销的产品 里面呢就有茶包类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到我到这个新家 我就是还是持续的在回购它的茶包欸 因为我觉得它的茶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它的茶包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可以选 就是你可能有什么金轩啊 然后四季然后红茶有什么 阿萨姆红茶伯爵啊红月红茶等等的 然后呢还有乌龙茶 然后连草麦茶什么都有 就是选择很多 然后它最低数量呢可以是25 就是不会压力那么大 然后呢我很喜欢就是它里面的茶叶 都非常非常的完整 就是不是一般很多茶包都是很碎屑的那一种 那好像就是比较不优质的茶包 自从我搬进这个新家开始 因为我先生他非常的爱喝无糖的茶 就是他常常就是会去手摇店 然后买无糖的茶 然后一天可以喝个一两杯之类的 所以后来呢搬家我就几乎 随时他每一天在冰箱里面都是一定会有一壶茶 我觉得里面特别推荐的 如果你是想要喝那种无糖的茶的话 金轩非常的好喝非常的香 好香喔 不是假的香是真正的茶香 然后带有一点蜜香的感觉 反正就是好好闻 然后呢喝起来也很棒 还有他们的蕎麦茶我也觉得蛮喜欢的 也是喝起来就是有那种烘焙过的那个蕎麦味道 然后很香也很健康嘛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 我自己呢跟我儿子的话呢 我们自己是会买他们家的红茶包 像这个是我刚用图货的 这个最大包的我觉得18号红玉泡起来的奶茶实在是太好喝了 你们喝过那个Soma Soma的奶茶在台北就是很有名嘛 那他的奶茶就是真的好香好好喝 非常无敌好喝 可是我觉得这个泡起来真的就很像那个 就是红茶加牛奶加蜂蜜 泡起来真的很像一杯百多块的奶茶 而且是Soma就是最贵的那一个喔 他们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红茶 然后加蜂蜜的那个牛奶 我都是买那一个我记得一百三一百五 但这个泡起来喝起来真的很像 总之呢你自己泡这个要加牛奶的红茶 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泡得很浓 一定要很浓才会很像外面卖的 所以呢我都是也是会先煮好一锅非常浓的红茶 然后先加蜂蜜啊调味了一下 之后呢就可以冰起来放在冰箱 然后想要喝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线条 觉得超好喝的 然后如果想喝热的就是再拿去就是稍微加热一下 再呢跟他分享我这一个月啊 就是特别的爱看老高的影片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 因为他们那么强就是几百万订阅 一定很多人都在看嘛 可是我之前真的就是 因为他一个影片可能就是二十几分钟啊 三十分钟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都觉得哇我没有耐心看我啊 但是呢你真的一看就上瘾就觉得天哪 就是太有内容了 然后就是很深奥的东西他都可以解释的 淺显易懂然后他的身线 我觉得很喜欢还有他老婆非常的可爱 总之看他们两个互动啊真的就是 整个影片虽然很长 可是你就觉得很精彩的看完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想要去看这种 欸学习类的那种很长篇 然后好像很丰富要学习什么东西的那种内容 我都觉得欸我只是想要放松的时候看一些废片 结果没想到我竟然爱上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我十二月份的爱用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快要过年了 是不是超开心放年假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年假快乐 记得呢要控制饮食 不要发胖了 我也很怕我过年回来就完蛋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拜拜